书接上文 上文书 正说在李玄 就是后文书的铁拐李呀 收了这么一个徒弟 在西湖岸边搭救了一个孩子 姓杨叫杨仁 孩子要跳西湖 李玄把他给搭救上来了 一问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小孩的母亲呢 被中山王爷抢进王府 要纳契 李玄带着三个徒弟 飞飞颠颠育儿 这三个 把杨仁的母亲 就给搭救出来了 搭救出来以后呢 把这杨仁安排 来在了泰山的碧霞洞 就是早先这位碧霞元君呢 太上老君投胎玄妙玉女 就这位玄妙玉女后封回碧霞元君 在他的这个道场 碧霞洞让洋人修炼 吩咐飞鞭二人 回卦山 紫霞洞 卓这个玉尔 就是前文书的这个白玉夫人 白鸿青 街长不短的 来这碧霞洞 指点洋人 那李玄干什么去了呢 外出云游 无非就是投名师 访包有 名师他是有了 太上老君 在这个各个行业 其实不光是这个当神仙 说相也如是 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句话 就投名师不如仿高有 你说这个师父多有名 他能耐多大 那只是他一个人的能耐 你要仿高有呢 朋友多 都是干这行 你身上有什么优点 我仿你 我学过来 他身上有什么优点 我学过来 集中价值上 于一身 这个能耐 要比投名师的能耐大 所以我们这行业里有这话 投名师不如仿高有 李玄仿高有 仿谁呢 无非就是他这几个师兄弟 都是他的师哥呀 文史真人 尹玺观音子啊 文史真人 包括什么火龙啊 飘渺啊 广城啊 赤京啊 这些个太上老君的徒弟 都很喜欢这个李玄 悟性极高 云游外出 有这么若干月 过了几个月 回到这个 陛霞洞里边 问洋人 我说徒儿啊 你这功课现在怎么样 洋人挺高兴 指点他那个白牛精啊 原本是太上老君的座骑 产下的这么一个白牛 撑个精 道理高 指点洋人不费什么力气 洋人说 师父 我这能耐现在大了去了 啊 有多的能耐 好 现在担长开始呗 胸口碎大师 杀伤力太大 小点 有一口土莲的话 哈哈哈哈 一二三二二三 你连也我看看 一二三二二三 跟随师父上泰山 泰山有个陛下祖 约着对我把一转 收了徒弟 整四个道三个成了仙 你这样说不要再说了 这个我比你收 我现在有点道 道话没多深 李璇吩咐这洋人 说我呀 现在修炼的已经差不多了 还有这么一项功课 我没有做过 什么功课呢 我要神游七日 何谓神游 真魂出窍 把这躯体留下 这旅真魂外出云游 这叫神游 实际上李璇 现在这个道行 已经非常高了 唯独就是这一层 梅月过去 如果这个神游之术 发挥到极致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分身法 你要看西游记里边 孙悟空最好是这个 这边聊天 那边把风口再解下来 偷金箍狗 干这个事 李璇呢 有神游之术 只不过这个顽壳 不能舍弃 现在还是凡人之躯 有道行 我外出神游七日 七天回了之后 我再附到这躯体上 再上昆仑山八景宫 找太上老君 我的师尊 让师尊点话于我 到那个时候 我就能把这顽壳 脱去 就说这躯体就可以不要了 唯独就一点 这七天我可就把这躯体 留在这陛下洞里边 那边说了 他怎么不留在华山呢 让飞飞颠颠看着多好了 李璇不放心 为什么 飞颠二人 他倒是放心 唯独对这个白玉夫人 因为那两个兔经 志气经 这两个是文史真人的手来 收来之后 恐吓过他 说你们两个好生 伺候我这师弟 以后如若有二心 千里之外 我用飞剑 就把你们两个人的手记 给取下来 就说 只能你们两个做监放 说干点什么违法乱气的事 我马上就把你俩除了 这白玉夫人可不是 就这玉儿啊 这是李璇收来的 当时跟他打 是飞颠二将出去跟他打 李璇这边做法 一剑胳膊砍下去了 他这本心是什么样 不好说 你把去体留那 这万一 这三个人里边 有一个生了歹心 这七天之后 他要回不来 多少年到 白费了 再入轮回 重新投胎 那他对这洋人 怎么这么放心呢 这是有普通人的小孩 而且李璇呢 搭救过他母亲 有恩与他 说我把我这躯体 留在洞里 你好好看着 甭管是磕着碰着 山猫野兽进来 把这尸体给损伤了 这都不行 一旦说七天之内 我回了之后 这躯体不在这儿了 或者这具体已经被破坏了 残缺了 这可都不行 我这活就进不来 到那时候 我这多少年到航 富之东流毁于一旦 你可要晓得这里的厉害 谨遵使命 洋人一抱拳 李璇一翻身就躺在床上 三旅真魂出窍 外出云游 咱说五巧不成书啊 不出事 我这书没法往下说 七天神游 神七啊 神游这么七日呢 到第六天头上 出事 出什么事 洋人在陛霞洞修炼 他那母亲呢 离着泰山一百里地开外 在这泰安城里头 李璇给洋人的母亲 租了这么一间房子 就说你怕你舍不得母亲呢 街长不短的 你下山一百里地没多远 咱们正常来说 按照行人走路啊 正常的步速 一天是六十里地 从打这个太阳出来 一直到探落山 平均吧 一天正常走 大概才能走个六十里地 你稍微快一点 洋人再有点法术 一做法一百里地 根本就不叫事 随时能回去探望你的母亲 他父亲死得早啊 母亲没人照料 租的这房子在门头 门上画上厉鬼 干什么呢 怕有这歹徒啊 到这来滋事 哎 这有厉鬼呢 在这镇着 一旦有什么这个强盗啊 小偷啊 这厉鬼下去 能够出间 铲落 就在一百里地开来 他租这个房子呢 这个房东姓周 房东有一儿子 叫周小三 也是一小孩 跟洋人岁数差不多大 十一二岁的小孩 整在第六天头上 陛下洞外边 这周小三 都来了 气喘吁吁 一开始跑来 来到这会儿 一敲这洞门 洋人哪 你快出来 洋人 正在屋里边 他正吃饭 刚吃完中午饭 他得吃饭啊 你要说李玄 岛的 已经辟绝无骨 不用吃人间烟火 不用吃东西 小孩不行 刚修道 不能断绝无骨 刚吃完中午饭 灶火还没面 把门一开 你看这不周小三 哟 三哥 你怎么来了 三哥来了 我快出了事 什么事 你母亲病重 现在在家里边 正刀气 你可赶快回去 我说句不好听的 你可别看不着最后一眼 哎呦 你想当儿子的听说妈病了 这眼看就奄奄一息快死了 哪儿子不着急啊 这一想我走 怎么走啊 为难了 我走容易啊 他有这么这么一回事 我师父嘱咐啊 在这看着他这躯体 看七天 今天是第六天 到了明天夜里边 子时之前 他是夜里子时走的 子时之前也叫害时啊 害时他就回来 就差了一天 你就差了一天 那你母亲可等不了一天啊 等着一天过去 你再回去 老太太生归大事 你可别后悔 你说这个 洋人为难了 想了半天 周小三给他想出一主意了 告诉洋人 你不要着急 我给你想一好办 你师父不是说 无非就是怕磕着碰着 怕山猫野兽把这尸体也给吃了 把这躯体破坏了吗 有这么一个办法 你把这洞门关上 你走了之后 你洞门关着 外面有野兽 老虎土狼 他进不来呀 你说这行不行 你下山去到那看一眼 哪怕说真不行 我再撂两把仓 是再回来 这都来得及 哎 洋人想了半天 那也只得如此啊 咱就走吧 收拾收拾东西 把这洞门一关 他有打在泰山上 我就下来 快到山脚底下 猛子们一回头 就看半山腰这壁峡洞里边 是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 这下洋人一抖了手 先说干掉 千算计万算计 净方山猫野兽了 我临走时候 造成那火没灭 赶紧回去 你想那爬泰山啊 我说你哪位去过泰山啊 那不是一件容易事 好家伙 地球它是有引力的 下来的时候 这快 这要再上去 那都费了劲了 等赶快到这 陛峡洞的时候 这天色可就快擦分了 太阳一看 已经落山了 但是天没有黑透 咱都有这个 平常有这个 自然常识 太阳刚落山的时候 你看这天蒙亮 到陛峡洞 大开洞门 往里一看 好家伙 这人已经进不去了 怎么办 门口有这个水缸 快两瓶水 把身上烧尸 我进去得把这尸体 我给它抢出来 一吴口兵 往这陛峡洞里就跑 就觉得 这手指都没捂住 打这直的缝里边 有这么一股香味 什么香味啊 就是早上起来啊 你看那个露水打到松柏树上 就那种香味 芳香之气 出面而来 到这里边找吧 一看烧的 什么都不剩了 就找这一样的东西 完好无损 什么呀 李玄那三卷玄经 太阳老君给他的 唯独这三卷玄经 一点事都没有 原本是在桌子上放了 这桌子已经烧化了 烧塌了 在这灰烬里边沉沉 拿起来一看 搁身上胆一胆 一点事都没有 先穿回来 师父那尸体在哪 它烧得已经看不出来了 这屋里哪是床啊 床在这呢 到跟前一看 好嘛 尸体啊 连衣服戴尸体全烧没了 哎 洋人叹一口气 有打出来 这眼泪可就止不住 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就嘱咐看七天 就这么短的日子 我愣没给看住 让火给烧 你说这可怎么能 我师父回得来 回不来 周小三在旁边劝他 要么你现在可不能着急 两头你得顾住一头啊 你这头是顾不住了 你母亲那头怎么办 那我现在 好 那我先去看我母亲 你偷了走 别管我 怎么让他偷了走呢 下山的时候 这个周小三就绝出来 他追不上洋人 跑得太快 为什么 他修道已经几个月了 这个金武比以前强健 跑起来快 所以周小三说 你偷了先走 别等我 洋人呢 三步并坐 两步走 两步当做一步 一步行啊 紧跑慢跑 赶到泰安城里 一推家门 喊一声 洋啊 洋啊 您那古小的孩儿 回来聊 扑到床前 就看他母亲紧闭双睛这会儿 尝出一口气 慢闪二目往床边一看 儿子的床边跪着 拿这手 一葫芦孩子这头儿啊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洋人一伸手 把母亲这手 攥在手里 老太太 喊小儿王 就说这一句话 儿啊 你回来了 面带微笑 生归那事 死了 洋人放声痛哭啊 哭着哭着 周小三回来了 在后边喊进来 进门一喊 哎 周小三也喊不 眼泪止不住 被我脸去一劲擦 说洋人你就别哭了 怎么这会儿不是哭的时候 得记着试试办呢 赶紧的 把家里村内鸡皮大夫夫的白红拿过来 哈哈哈哈 来说吧 料理丧事啊 那死人不能够屋里停着 把门板门板卸下来 来来来 我给你抓 两条板凳 院当中一支 门板往上一放 把这尸体啊 停到院里 停灵啊 五红辣签 前边一摆 洋人一宿没睡啊 就守在母亲这尸体旁边 这一宿就在想 你说我这算怎么修到 师父师父 没哭上 老娘老娘 回来之后 我这救不了他 你说我还能干嘛 这一宿 思绪万千 大生下来所有想法就在脑子里面过电影 要就过一遍 一直等到天光大亮 到早上起来说这个你是停两天啊 还是说这就入土啊 这会洋人已经不说话了 出了一宿 不哭了 眼泪已经没有了 哭干了 问他三句两句 洋人不说话 就坐在母亲这尸体旁边这一把椅子 这时候煮着脑门 问他什么 不说话 周小三过来一咕咙他 兄弟 你跟你说话不理我 你 哎 兄弟 拿手这么一推他 洋人这一动 别慌 别慌 别着急哭 想想这事怎么办啊 我问你半天了 洋人也不说话 站起身来奔厨房 奔厨房干嘛 拿出把菜刀来 三哥 我母亲这后事就交给你了 说着话 拿着刀往脖子上就横 哎 你这是干什么呀 洋人说我没脸在脖子 怎么 我师父让我看尸体 没看路 我这位不忠啊 回家之后 我救我母亲救不了 这位不孝 不忠不孝 我有何颜面 在活的世上 我得死 周小三说你可不能死 过来身上要夺这刀 俩人你一争 我一抢 可就打起来 就躲这刀啊 正打着呢 就听门口有人念了一声佛号说无良作 俩人同时扭向回处这么一看 哧哟 класс 又اش国 看眼前站这人这两人下一跳怎么回事嗯 没见过这么模样的出家人看眼前站这一位是个男子 岁数有个五十多岁不到六十 身高六十开外 不足六十五 这怎么回事 这位啊 腿有点缺 一走道 保持两个水平 六十五 六十 一缺一点 五大院吧 这就进了 烹头够面 衣衫蓝履 一脸的姿泥 头上的头发乱急了 但上面有一块秃窗 有一个金箍罩顶 一看这美毛胡子都已经连了东了 五分六 身上穿着这么一件青色的道袍 说道袍都抬起来 好嘛 这道袍上面补丁落 补丁补的分十色 青黄赤博赫 那叫黑红紫雷兰 腰里记得斯涛 接哥拉 就是街头 断了再接接了再断 也不知断了多少回来 就在腰里这么搭着 底下 青色兜当 我们布衣打着补丁 脚底下穿这么一双 阔草鞋 前边露脚直走 后边露脚后跟 有这么一句成语啊 叫空前绝后 就形容这草鞋 看这位 看这位他可不认识 一看这位腿上 长着疮 头上长着烂 这个右腿啊 缺一块 往回拳着 身不知 在这右手里头 攥着这么一条拐杖 这拐杖看了 学习 怎么呢 看这拐杖 应该是颗树枝子 从哪个树上 结一大树枝子 巨头都一截 但看这个颜色 可不像是树木 漆黑色 跟生铁一个色 煮这么一根拐杖 尬着窝子 底下一夹 拐杖投了 出来这么一块 上面拴着一条 性黄色的丝涛 丝涛上系着一个胡 这葫芦 有个一尺七八寸 那么长 不到两尺 大的鞋 你看给我这扇子 稍微大点肉线 换了一葫芦 门口验证佛号 无量佛 俩人回头一看 这俩人惊讶 惊讶的是什么 不是说这人穿的破一栏衫 看着像个要饭的 出家人混成这样 不是这个惊讶 你别看这人穿的破 可这个气质啊 跟一般人不一样 细雨喧浪 往这儿这么一站 你看他长得这么丑 可是不招人讨厌 这个人气质在这儿戴着 那你穿什么都无所谓 杨人跟周小三 看眼前这个乞丐 这位道人 又怎么穿这么破 一看这个模样 不讨厌 这位道长您什么事 周小三这儿跟杨人干掐上 乱这刀 道长您什么事 二位施主 你们俩人在这儿 这是玩什么呢 周小三这气 我这叫玩什么呢 好 我这兄弟要抹脖子 这是玩 这叫玩命啊 这了 您得劝一劝 您要是看闲事啊 您是闲着没事 您看热闹 您趁早别出去 您要有心 您给我劝劝我这傻兄弟 想不开了 非要自杀 你把他那刀先夺下 把他刀夺过来 这乞丐走到近前 问这杨人 这个小兄弟啊 有什么事就想不开 你跟频道说一说 我劝劝你啊 您甭劝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怎么怎么一堆 我现在不想活着了 这乞丐一听这个话 乐傻孩子 怎么这么想不开 你听你刚才这个话的意思 也算是出家人 不错 我也修道 我有师父 刚才跟您说了 好 你说你不忠不孝 无颜面存活于世 对 不忠不孝 对师父不忠 对我娘这份不孝 先说你这不孝 人生在世 谁也难逃 四个字叫生老病死 你母亲病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好歹还赶上最后一面 我这么跟你说 如果说你没去求到 你就在母亲身边 他就生这个病了 咱们那个年头缺医少药 你回来 就说找代夫 你头一个月就回来了 给看病 他这病就好得了吗 他将来就不死吗 这 那不能了 对呀 那你这怎么能算不孝 你对你母亲很孝顺啊 你计划着你母亲 一听说有病 马上你就回来了 你可没当劳 这不算不孝 那你要这么说 那我对我师父不忠了 你这不忠就更躺不上了 这个事情不怨你啊 你师父要不做这个神游之术 还不过神奇 还不出于这几天 那你不用看着在这尸首 你是不是还能回来探望探望你母亲呢 这是你师父的责任 再者说 你师父要当真是个大罗的金仙 真有能耐 上天入地 那无非就是丢了一具躯体 我也是个出家的道人 我明白这道理 出家人这个躯体 他不能当回事 早晚得着正道 这个躯体就得舍去 他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他要是真没点能耐 他敢做这神游之术吗 再者说 你是无意之间 失火走了水 把你师父这尸体给烧了 你要因为这事 你这就抹额自尽了 有一天你这师父要是回来 他知道他徒弟为了他自尽 你想你师父心里什么字 就这句话一说 杨仁跟周小三全愣着 俩人没想到 怎么 破一栏山这么一个乞丐 能说出这么大的道了 哎呦 您这话 杨仁一听这话心里更难受了 我不死 这就对 不知这位道长您贵姓高明 臭儿子 我都不认识了 您是我没见过您的 我 我姓李 哦您跟我师父同宗 同族 同族 同族干什么 我就是你师父 不 不 不不不 你他上去了 怎么 我师父不是您这模样 他我师父好 现好堂堂的长得顺疾了 废话 你要不把我尸体伤了 我能这么模样 这一句话 给杨仁说啥了 不是 您您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回事 咱得回过头来再说这李轩 李轩 他外出神游七日 他都去哪了呢 出于这七天呢 头一件事 回河南洛阳 探望他自己的父母 然后这个书不占主要成分 咱不必细表 因为我这个书我确实太长 我咱这摘一个精彩的地方给您说 咱这就不必再往戏铺了 杜华他父亲李其母亲游士 回家之后给父母两立金丹 零丹妙药 说吃下去之后 你们好生修道 多少年 五十年以后 这老两口子呢 得到升天 这个不必细表啊 咱就说 单说他后边这件事 李轩临投胎之前 有这么一桩夙愿 说我将来要得到 必然 我得把我上一辈子 没完成的那个事情 我得给他完成了 什么事情 同文书咱这老观众知道 新观众可能不明白 这个书里边怎么回事 稍微道两句书 前书咱们说过 李轩上一辈子 一百多岁的一个老道人 央心撑着船的时候 看见一具女尸 他想把这女尸打捞上来 结果一下子把这腿给绝舌了 连他自己带着船 全都翻到江里了 尸体也没捞上来 他自己也差点淹死 好不容易游到岸边 郁郁而终 在投胎的时候 自己许下一桩愿望 我要是得了道 我必须得把这个女子 我也给她度化成仙 这个女子是谁呢 上线思发仙女 就是后来的和香姑 第二件事就要度化和香姑 和香姑 投胎到什么地方呢 就在他投江的这个地方 这上去这女士是投江人王 投江这个地方 现在的镇江 古地平南徐州在镇江 阳子江心这边 有一个金山 就是后来那金山寺所在之地 在金山那儿 投胎金山脚下 一处和姓的人家 姓和 这老原人也姓和 双字得利 母亲皇室 这何德里这是我编的 因为历史上没有记载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历史上据说有何仙姑这个人 何仙姑 他的父亲呢 就是叫何大郎 没有写名字 母亲还真就是皇室 不知道啊 应了天津那二位的井上 还是怎么 天津不说下 何德里黄铁梁 这个何仙姑 在历史上记载 可不是投胎在金山 因为咱们这个书里这么说 他投胎在什么地方 不说投胎了 历史上这个真实人物 据说是在福建 有这么一位 也是个修道的一个女子 姓何 人称的何仙姑 历史上有这个人 包括您看现在这个 澳门特别行政区啊 澳门特别行政区上面 那个曲灰 他是某莲花 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 知道这点故啊 澳门那边姓何的人 特别多 据说都是这个何仙姑的侯在 这个历史有记载 而且台湾在这个台中市呢 曾经成立过这个 何氏宗族联谊会 何仙姑 丹铃那和 不是何平那和啊 何氏宗族联谊会 当然这个 这个会长可能还在事 也是姓何 叫何姓龙 是何景龙 记不住了啊 有这个人 说在这个福建沿海 这一带 孙姓何的这一大事 都是何仙姑的侯人 他本名叫何蓝仙 蓝仙的蓝花的蓝 仙人的仙 在我这书里 头胎在金山脚下 生而能言 满头乌发 这个小女孩大生起来会说话 说什么呢 就说我自己上辈子 我乃是上界 私发前女子 怎么怎么着 我自己上辈子的事说一遍 一脑袋黑头发生下来 小孩生下来 一脑袋黑头发 这个不常见 当时给这位何老元外 何德丽下官 这孩子这是个妖怪 生下来会说话 多吓人呢 而且这个何老元外 可能还信点这个邪教 不知怎么就认为 这孩子是妖怪 说这孩子不能留着 黄氏妇人 没拿这当回事 这是孩子呀 你跟他叫什么 你这呢 不行 就把他宰了 就把他弄死 他想把这何香菇给弄死 自己家里边使活人 把一个家院叫到跟前 这个家里边五个管家 按字排 山川齐俊峰 主随奴性 奴随主性 主随主性改姓和 就是山川齐俊峰 河山河川 河七河俊 河峰五个管家 把这个老五这五管家 叫到跟前 河峰 这河峰我本来姓高 哈哈哈哈 河管家 叫什么 河峰你过来 把这孩子交给你 怎么弄死 我就不管了 你把这孩子给我出 给我老爷 您这是干什么 轻生的无了 甭废话 这孩子会说话 这不是好兆头 咱们家多少年的基业 别后悔都毁在这孩子身上 你把这孩子给我宰了 这河管家一听 听个多为难哪 这魏都月的小孩 刚生起来 我给他弄死 我怎么弄死 怎么弄死 那是你的事 我不管 我不许再看见这孩子 哎 河管家一跺脚 把这孩子 先报到他自己这屋里 他们两口子都在这个 府里为奴 他这个妻子呢 这河管家这妻子呢 是太子身边的四个老妈子 排行在四 都排宝子上 大宝 二宝 三宝 四宝 徐妈 哈哈哈哈哈哈 听徐 徐妈 哈 跟徐妈商量 哎 挺啊 亲爱的 哈哈 怎么着老伯 哈哈哈哈 高老师 怎么着 哈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么这么一回事 这孩子 老一会儿 非说这孩子是个妖怪 生起来贵说话 他将给弄死 这徐妈一听 挺好的孩子 弄死 咱留着 咱怎么留着 咱都在府里边当差 你只能给他弄死 他养不住 这个这个藏不住 这不是说藏个小猫小狗 这是个孩子 活的 废话 死的 他藏的 死的就烧了 你这 哎 这河管家突然想提示 离咱们家不远 有一个 一片水汤 我把这孩子扔水汤 淹死 你看怎么样 徐妈心里老不是滋味 爱怎么弄死 怎么弄死 要医活 这孩子我留着 我宁可不在他们家干 咱 咱不这两年 咱点钱 咱自己出去 咱回种地去 把这孩子留下 俘人之见 咱们家里边这个 有吃有喝 管吃管住 而且挣点不少 干嘛呀 再回种地 不许 他还弄 抱起来 他扭头要出去 喝管家出去 徐妈是我们跟着 所以得看看 那意思能拦一下 我就拦一下来 两口子叨叨念念 就来到这水汤边上 到这水汤边 狠了狠心 剁了剁脚 狠了狠了吧 糟了糟了 鸡子弄的 疙瘩 我打火了 一剁脚 解开炸了 把这孩子 往这水里 这么一送 狠狠一声 冒一跑 这孩子 过去撑到水里 旁边的 虚妈的眼泪 直不住了 像老爷孩子 你说 你就是自个镭 下辈子 你得还给人家 还下辈子 两口子扭头要走 走了吗 没走就走 就看这 水底下 咕咕咕 fashion 往上冒气泡 刚才扔下去 冒一气泡 跟那可能不一样 这不断 工夫不大 就感觉这个水面 您各位都稍后看 开水吧 跟那个烧开水似的 往外翻腾 这一翻腾 就在这水面底下现出这么一片红光来 红光里边加着一点绿头 还带点绿色 这水就往外冒 这两口子看着纳闷 这怎么回事 这这这水怎么要开啊 这怎么着 有羊肉我们涮点 这怎么回事 两口子纳闷 功夫不大 就看着水 哗哗一下 这水面往两边这么一分油打里边冒出一脑袋了 过这个天 就是大脑袋 这么大口 好家伙 轻徐徐律不及的这么一个岩水 红红的蓝点 赤发金睛 这俩大眼珠子 您搁来看我这杠杆 跟这杠杆一边打 大眼珠子 巨尺琉牙 望旗子们一站 就这人 少了说得有个三四丈 因为什么 他还半疆身子在水里呢 水面上冒出三四丈 这右手里拿着一柄九五光叉 左手里边脱离孩子 孩子 未满周岁的孩子 这孩子不是别人 他是谁呀 何仙姑 红红级就这样 就抱着何仙姑 拿着水里冒出来 这脑袋忘卖这么一冒 那徐妈当时 过去 现在话说休克了 冤过去了 冰不痛一下倒地 何管家胆大了 嗯 这是何方的妖孽 说话都不利索了 大脑袋往下低头 你看 哦 这用我这个 你是何家的母管家 不错 是是我 大仙饶命 知就是求饶 大仙饶命 这是个神仙 不是 这是什么呀 书龙暗表 这是个夜市 夜市 谁派的 东海龙王 东海龙王这会儿 可还不是奥王 说那哥几个 龙王之祖 姓平叫平和 前文书说过 他派来的 派来干什么 搭救和香菇 接哪来呢 水到进来 咱说金山这边 整在阳子江心呢 阳子江通着海啊 这夜市在海里过来 掐着点 整倒着 姑妈孩子该下 往下一头 他大水里一抄 掐绝念咒 念一避水绝 咕到这孩子脸上 你不能让他淹死啊 如大水面 一挺身站起来 来之前 龙王都告诉他了 这怎么怎么来 怎么去 怎么怎么一回事 谁告诉的龙王 九天玄女 下人书要点话 和香菇 后人书得是 九天玄女点话 九天玄女 找的龙王 龙王派在夜上 来到这儿 搭救和香菇 怎么一回事 到时候 谁把他扔到水里 这人是和家的无管家 姓和叫和风 会相声 还会说个 七下五一五的 两口子来 到那儿你不要惊吓 他们两口子 你这个相貌在这排着 别吓了他俩 将来这孩子能不能长大 可全在他们两口子了 低低头 你是和家的无管家 不错事物 你不必担惊 并休要害怕 我不是歹人 也不是妖精 我是 东海龙君手下的夜场 到这儿来搭救此女 这个女子 将来可是个大罗的金仙 这是上界天神软世 你们两口子 不要再和家为奴了 赶紧走 来之前龙君 让我带起个银两 交给你们两口子 你们远走他乡 要把这孩子抚养成人 继承革命 给他养大了 将来自然有你们两口子的好处 哦 是是是 那我再也不敢把他扔水里 不扔水里 你给他弄死也不行了 可就不能再害这孩子了 赶紧走 不要再回和府了 东西也不要了 这点钱足够你们后半生的吃喝 你想龙王给的钱 那能少得了吗 珍珠马刀翡翠 碧琪冒演 字幕录都是这好东西 一个小匣子 夜市在这胯 胯下 下这儿 勒着这么一草生 草生上拴这箱子 把这箱子往下一踢 这箱子的东西 就是给你们的财宝 打开了一坎好家 享受无尽 都是好东西 这赶紧的爸爸徐妈给弄下来 过来掐人中 马前兄吹后背 姐爸赶紧醒过来 妈醒过来 夜上说你先别把他叫醒 我先走啊 他再看见你是白叫醒了 回头刚才休克 再下一回他就彻底了 我走把这孩子 往岸边一撂 交到这个 何管家手里 何管家把这孩子一跑 老婆叫醒了 咱们一回事跟他一说 龙王爷来大佑 这箱子宝贝 他就留给咱了 好 那咱就别在人家围奴了 是啊 龙王也是这么说的 咱就走吧 练义 两口子可就跑了 带着孩子一直来到洞庭湖边 来到洞庭湖边 到从洞庭湖边一扒了他这书包 嗨 到洞庭湖边上 两口子 赶的路程也紧一点 到这说 另个房子吧 在这儿住下呀 就在岸边上 拿这钱买出房子 置了这么几亩地 就把这孩子给养起来了 咱们书要先短 孩子年长到八岁 何强湖长到八岁的时候 他这个父亲 这何峰 何老师 就染病下肢了 可书里边没有这爹 我得早早了 给他说 唯独就是 剩这个母亲 带这孩子去去妈 把这孩子一直富养 到一十六岁 每日里 何仙姑无非就是 夏天重地 上河里边 这个洞庭湖里边 踩点个连碰啊 上集市上去卖 挣点钱回来 孝敬母亲 家里边不愁吃货的 龙王给着钱呢 躺着花也花不完呢 而且家里边也不是大手大小的人 很结局 很朴素 这天这何强湖 到集市之上 卖这个连碰 挣点闲钱 优打集市上回来的时候 走到道上 换上一算命 手里边 举着一个帆 举着一个帆 拿着猪 看着这犯是怎么 就离猪肝上挑着衣服 营连 怎么一个猪不营连 前面写着一句话 叫千之五百年 翻过来一句话 厚小五百来 也不知哪来这一千年的道 拿着猪不营连 这个身上拴着一哨码子 哨码子的那个搭拎口袋是后面塞点干着 前面装着这个千筒的挂子啊 挂子算法有这个粘挂子 有零七斤 那么算的 这各种项目的这个 签头的这个 零件都在里边摆着 嘴里吆哗着 求他问喜来战算 月亮高低问行人啊 这儿吆哗着往前走 整个这和弦姑走一对脸 俩人那么一照片 这三个话 开头上下一大量和弦姑 哎 这姑娘慢走 说这一句话声音挺大 这说句话话 这干什么 这叫原娘 把周围人的注意力 集中到他这来 一句话 哎 这位姑娘慢走 你冷点走 街上有一人突然大声说话 咱下意识都得回头看一下 有这么几个人 街上行人会 哎 谁说话 这位姑娘 我看你面带红光 印堂发红 你有一不喜 我给你算上一挂 你看怎么样啊 哎 我算的不灵 可不要钱 把这话说着 算的不灵 不要钱 何强姑一条这 我没那个闲钱 上这算命来 不告诉你 算的不灵 不要钱 算灵了再说 你没钱先该着 我给你算一算 这 好吧 何强姑觉得这事挺可乐 那就算算吧 哎 说着话 算命的 有打这个少拿子里边 抄出一千筒来 把这千筒往前一地 来姑娘 不必细表根源 千筒之内尽有知晓 你抽一根签子 什么事情 全明白 把这千筒往前一地 何强姑一伸手 抽出一根签 这签拿在手里 周围可就围上人了 有看乱闹的 看这算的准不准呢 有站在公家后面 就看这签上 写了这么两句话 叫水面荷花 湖边柳 风吹浪达 几时休 末了有这么仨字的小篇 走走走 何强姑看这话不明白 您问您这是呃 这位先生 您这个是什么意思 您给我解释解释 这先生们的签接回来 这签上写的很明白啊 水面荷花 湖边柳 水面风吹浪达 几时休 也说你现在 不是在你自己家待着 你是在外飘过 风吹浪达嘛 你在外边飘过 你自己原本有家 你现在这个娘 可不是你亲生的娘 对不对 一听这话 何强姑这点 刷下掉下来 这事没几个人知道 何强姑知的不知 知道 懂事之后 这两口子也不瞒着呢 怎么回事 就全告诉这孩子了 嗯 不错 我这娘 确实不是我亲生的娘 赵老 原本你们家 可是大富大贵之家 现在 你亲生父母那里 可没有孩子 赶快回去 家里边万贯的家财 你享受不尽 何强姑一听这话 倒细口凉气 上前一师礼 这位先生 我也送您两句话 看花不至水下偶 铁嘴乌婆绕舌头 羞羞羞羞 把这筐往背后一甩 扭头就走了 前脚走 后脚算命的个叫 哎哎 姑娘别走 给不起钱不要紧 我算的对不对 何强姑一口 吹 催了一口 走了 你哪打 听到我这底下 上这骗钱来 大伙哗一场笑 他说这姑娘好 这脾气够棒的 何强姑没得这茬 回家 走在董情湖 岸边 正走在这个 乡间的小路上 突然间一低头 就觉得脚下一半 低头这么一看 路边的草坑里边 有这么一宗东西 让他踢到路边 低头一看 这是什么东西 一半脚还挺沉 一弯腰 把这东西捡起来 跑到手里一看 这是一面镜子 什么镜子 古铜的镜子 古铜的镜子 可是白银的面 哎 过去有这个 早前咱这个 没有这个玻璃啊 没有这个刷这个 后面这个水银粉 没有这个技术 过去镜子 金属做 古铜的镜子 做的挺精致的 上面这银面 两块银子对着摸 抛出光了 能照出人影 把这镜子 捧在手里 你找到这是个镜子 这是谁家的呀 四下一看 游打身后 有这么 几间毛骨草舍 外边离了墙 院里养着鞋鸡鸭鹅 出来这么一老头 这老头看年纪 有个七十多岁 没饱骨子 头发全白了 煮了一拐账 走到金钱了 姑娘了 你跟我们家 可算是个有缘之人 有缘之人 哦 这位老爹 这个镜子是 是您家的 不错不错 这个镜子就是我们家 这是一面 阴缘镜 怎么叫阴缘镜呢 我把这镜子 扔到道当中 这是一高人 给我出的主意 那高人会算命 如一副迎帘 牵着五年 我叫五年 他跟我说呀 我把这镜子 这是我们家传的宝镜 扔到道当中 哪个姑娘打这儿过 要拿脚 蹚着这面镜子 这就跟我孙儿 有姻缘 哦 您还有个孙儿 这个我孙儿 好 也是 宝读诗书 相貌堂堂 你若有意 咱们两家 就接亲吧 哎呦 这个 您是一般好意 小女心灵了 可是有意见 我得禀报 我的高堂老母知道 她说的 我不是她亲马 说的是徐马 她这 这养女 我得禀报 我这高堂老母知道 我家有一老母啊 现在颜迈 常年的伺候我 照顾我 而且还给外边做点闲活 这个眼睛呀 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眼内生蒙 她长东西 看不见 没有我在身边呀 我照顾不了她 呃 你放着大好的因缘无药 何必给家里添个累赘 哎呦 何贤姑一听这话 你听您这说话 您可不像个和善人家 那这事我可不能答应 一扭头 赶紧走了 就说这扭头怎么这样 养着我妈上的天累赘呀 你这个 那你找个不忠不孝的 做儿媳妇去 扭头走 一直回到家 赶到了家门口啊 就看他们家这一院外 停了这么一辆车 是一辆大二车 骡子车呀 装饰的挺豪华 他到家门口这 一推着柴飞 前脚刚进院 游打那车上 下来一人 这人走到近前 就喊他的辱名 蓝仙娜 我的女儿啊 说着话眼里横着肋 你看下来是一个中年人 四五十岁 穿这个衣服啊 看着像个原尾衣 戴着个原外衣 身上穿着原外衫 到跟前喊闺女 闺女啊 我可想死你了 你妈得了病了 他这一回头 这人他认识不认识 认识 这是他亲别 他怎么知道 他知道自己身世之后 回过一趟镇江 到这金山脚下 人家指过 这是和解大原外 何德利 啊 那个 长什么什么模样 小个儿不高 没脖子 平常就好唱 我王牌怪板 一上上公园 挂嘀挂嘀挂嘀 那六板 他到公园一看 这是我那亲爹 知道长什么模样 一回头一看 这不是我那亲爹吗 赶紧进院 啪一下 把这门就关上了 也不听他说什么 处罗外喊了一句 你回去吧 甭来找我 女儿啊 我知道当年我对不起你 是我害了你啊 眼下你那亲妈可快死了 他就盼着能看你 看你一面 你亲妈 偷鞋日子 心脏都搭了桥了 黄姐良 偷鞋日子 心脏搭桥了 他现在 病在家中了 就盼着见亲生闺女一面 家里没有别的孩子 你跟我回去吧 养母这儿 我多了点钱 保证有人伺候他吃 伺候他喝 让他享福无尽 你跟我回去吧 何弦姑站在门里边 这时候有打这个屋里 老太太出来 主着一个问路吧 这马肝啊 看着道出来 闺女啊 这是谁来了 扬您回去吧 没您的事 我那亲爹来了 啊 老太太听一听这话 这这是让你回去 是吧 要接你回去 老太太说话 这声之哆嗦 何弦姑一摇头 冲着门外边说这么一句 你想找你闺女 行 离你们家不远 有一片水汤 你到那水汤里自己去捞啊 说了一句话 就听外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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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长相 何弦姑一听这外边怎么乐了 这是毛病啊 开门一看 门口站着一个人 这人可不是刚才缩着脖子那种 是一出家道人 相貌堂堂 身高八尺 手里拿着浮沉 这手里边 拖着一面镜子 呃 何弦姑一脑袋雾水 您是 哪位啊 我这个不认得你 我试探你三回 你骂我三回 哎 也是我自己犯贱 不错 你有仙根 有慧根 我是奉师尊之命 前来点话 于你 呃 您是何人 贫道姓李 丹子明玄 李玄神游干什么 杜发何弦姑啊 来到这试探了三回 头一回算命的 二回拿着镜子 是他这镜子什么镜子 老兄给他那照妖镜 扔了倒当家 他倒不怕丢了 三一回 变成了亲爹的模样 这何德利 我试探你三回 你骂我三回好 你骂的好 不愧你有回根 如今 师尊命我领你 去南越恒山 南越恒山 上恒山上修炼 你这意志坚定不坚定吗 有没有这心心修炼 我 何弦姑一犹豫 前生之事 他本来就知道他自己前一辈子怎么回事 生而能言嘛 就是不能走道 让人给扔的河里了 但是他会说话 自己脑子里怎么回事全明白 呃这个 我要修到走啊 这倒容易 可是我母亲 干什么 拿这纸包里这点粉末 往里增一点 拿手搅拨匀 走到老太太跟前啊 准备了 太太 哎 我是上界的 一个神仙 奉命前来变化 你女儿来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刚才都听见了 好 您啊 把这两个眼睛闭上 他眼睛有病 眼里有东西 长得更现代话说 可能白领帐吧 但是其实这么一个 意思 您把眼睛闭上 哎哎哎 说话 老太太把眼睛一闭 这李玄拿着手 沾这水 往老太太的眼缝上 左边一下 右边一下 点两丁这么一擦 老太太就觉着眼睛里边 一阵翻聊 我说 能睁眼的吗 别着急睁眼 你拿手揉一下 哎 把这个 这水揉开了 好好好 老太太抬手 一揉这俩眼睛 这手往前 这么一搓 啪一下 尤打这眼珠子上边 搓出两片 白色这个磨的 眼中生意 这两片一搓 给搓下来了 一睁眼 哎呦 我 我看见了 抬头一看 眼前站着个女子的规矩啊 哎呀 你可长大了 你去 啊 我头我还那么黑 可看见闺女 长大什么 不样没见过 头发一年前 眼睛就瞎了 哎呦 现在你长得可更漂亮 跑跑跑 现在我带着女儿外出去修道 要上南越恒山 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 有缘自会再相见 将来他早晚得回来 老太太 您就不要担心了 说说话 告诉贺仙姑 把这纸包拿出来 往手里一挡 剩这点粉末全都放到手里 来 你把它吞下去 啊 这是什么呀 啊 这都不敢吗 哦 好 何咸姑一伸手 把这粉末接过来 往嘴里这么一吞 这粉末什么呀 现在的这个词叫云母 云母粉呢 在这个史书记载 何咸姑承道 吞云母粉 舍去这个躯体 之后就成仙了 这是在这个搜神记 还是什么里边 有这个记载 曾经说过这个 吞着云母粉 一口下去 李璇领着何咸姑 可就奔南越恒山来 日后九天玄宇 如何赐他这个 这个这个赐他真经啊 怎么点化他呀 这就是九天玄宇的事 李璇把他领到南越恒山 游打山中出来 这会儿正好是他神游 第六日 天纲擦黑 正走在恒山这山顶上 架着人才忘钱 准备 这就回泰山吧 到陛下弄 六天差不多了 过日子保持七七天 过七过天 赶紧回去 正在半圈空行走 突然觉得一阵心血来潮 心血一动 不对 要出生出什么事自己低头一看自己的身体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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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看不见了 透明了 坏了 信了话说我这躯体没了 你这就不要分身术了 坏了 我这躯体遭难了 什么难了 掐主这么一算 前三两分路段 黎中旭砍中满 暗方位一算 正在这个 正在这个 正在离挂 离挂哪挂 火挂 那尸体被烧了 怎么烧的 细一算 全民们 先回去再说 别再做这神秀之处了 神七也等不了了 神溜吧 这就是溜了就回来了 一直到了泰山必下宗 等到这时候 羊人周小三 刚好下山 可没照面 照面也没用了 这会儿羊人看不见了 为什么 躯体已经透明了 这活儿啊 到洞里边这一叹气 哎 想来我也是该有此劫 突然想起一事了 我那三千玄京那儿去 别给烧了我 到洞里找了一番 没找着 掐着一算 哦 我徒弟带走了 这可咱们呢 怎么 他现在剩一活儿 他可没有分哪 他要是个鬼魂的话 应该是看这个 不管是大陆港台 拍着鬼片都这样 金鸡三小 一到天亮 这鬼就不能出来了 妖精不一样 你这是个动物修炼出来 那个妖精到天亮 也没事 鬼不行啊 不能看得太 他现在没有分 他回哪啊 我奔幽冥府 我上阎罗殿找阳阎 我再偷胎 这不知道的呀 我眼看就差了一步 我这是这是成功了 这叫 千功尽弃 正在这为难 我得想一个什么办法 就听身背后有人叫 师弟 嗯 李轩想回头 没回去 怎么回事 鬼啊 回不了头 他走了 走去路 有去路 有来路 没去路 他不说这一条道 我这么着去 简直走 回来的时候 我还从这回来 没有 绕一圈都不能打 圆路回来 回到头 什么人叫我 这人忧打他背后 绕着他脸前面 李轩抬头一看 认识谁呀 他大师哥 文史真人 哦 师兄 您怎么来 奉命前来 搭路 身子骨没了吧 没了 烧了 烧了 师父都算上来 哎 也是你该有此结 跟我来吧 我给你找个趣 师兄 您找什么趣 甭管 随我来 说声随我来 一点 李轩在后边 飘飘荡荡 跟随着文史真君 可就奔在泰山脚下 下泰山一直往前走 走多远呢 他也不知道 来到哪儿 来到阳子江下游 南徐州的最东侧 在南徐州 就镇江城里边 李轩那有个大门啊 师兄 你留我来 南徐州干什么呀 来这儿干什么 到城里边 一看道行 有这么一棵树 树底下躺了一人 你看是个乞丐 破衣阑珊 正在这儿躺着 闻史真人 走到这乞丐跟前 拿手 往乞丐口鼻这儿一放 一探鼻息 点了点头 李轩看 师兄 您这什么意思 这人是死的 对 别人让他死的 钻进去 啊 这钻哪儿去 这是你的躯体 这是个要饭的 要饭的怎么来 瞧几穷人 你到了金鸡三小 天光放亮 你可就没地儿去了 只能把游民府投胎 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再摘一个别的 好看点的 不行 闻史真人一撇嘴 想来你也是个出家人 你把这个外貌 怎么看得这么重要 是你一千长的尊 这个人与你可是大有渊源 这人跟我有什么渊源 我不认识他 你上一辈子 搭救和香菇那尸体 就那位马的姑娘 你没捞上来 你知道最后那尸体 是谁捞上来的 哦 他捞上来的 招啊 他也是个出家的道人 只不过贫寒一些 外叔这个化缘呢 他这跟要饭的 差不多跟乞丐一样 可是他在杨子江下游 就是你翻船的那个地方 往下走 是他把这具女尸 在岸边上 整飘到岸边 他给捞上来了 把那尸体给埋了 哦 那这么一说 我还得感谢他 对 他是等于间接的 这与你有恩呢 如今这个人已经死了 他这个魂魄 再历经轮回 下辈子享福啊 这就是以后的事 这个就不归你管了 如今你要报答他的恩情 你就得间接的报答 我怎么报答 你投到他这个尸体里面 等于让他这个 灵魂虽然不在了 但他的躯体长存于是 哦 那我以后要是行变化之术 我是不是可以变得 稍微漂亮一点 那是你自己的事 不过有一点 这是你的本体 你以后的小宇宙就在这里边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李玄瑞一叹气 好好好 那我 我我这个怎么进去 这个法术我还真不会 呃很简单 从那鲁门钻进去 鲁门是什么的 我当门呐 哈哈哈哈 这个哎都得拿这走 你这没有办法 如果轮回叶三道 这个 你这个方法 这不能入上三道 只能从下三道走 过去这个 他们这个佛家 有讲到这个 你看人死了之后啊 这个我也没有这个 亲身体验过 咱也没有验证过啊 这不好评论 我只是怎么听来的 我怎么学给你们各位 当时我们有老师信佛 他跟我说的 上三道轮回走的 人死之后 等这躯体头凉了 你去摸啊 当前天你敢摸的情况下啊 摸天灵盖 这个地方热的 摸这 上三道轮回 走下三道轮回的 脚背二十轮 这底下 有打天灵盖 为什么 真魂出笑 大脑出去 下三道轮回 从下 上三道轮回 从天灵盖 入仙道 上天堂了 说白了就上天堂了 上三道 走天灵盖 如今咱们这个 取其中 你这也不算上三道 也不算下 取中间 你只能打 五门钻进去 这个他好恶心的 你一进 闭点气 闭点气 来来来来 先端脑袋 哎 走走 哎 走你 闻屎真人一做法 手望迁一推领悬 走大后门 他就进去 上了一格 下了一屁 这么一声 个儿老一声 这乞丐 俩颜色就睁开了 试用一下 来来来 抬手 抬手 哎 碰这手 肌手 能动吗 别站起来 先别激动啊 过去看麻烦拿吗 那个意思啊 别着急 试试 能不能起来 望起 这么一站 哎呦一声 这里 玄望下 一呼声 哭通一下 倒那 低头一看 自己抖上手 干了 怎么 这怎么是个拳子呀 一看这腿上 好家伙 还长块 烂窗 都烧了 苍瘾 流了 能了 哎呀 你说这个 怎么能 这模样 都没 没脸再看 刚才这个 他倒在这啊 这个脸是盖着的 看着破鱼漏唆 没看着自己脸是异味儿 你那镜子还在 不是在 在这儿呢 朝着自己照相 你胡脸忘了 我不敢再看了 你把这镜子给我收起来 哎呀 这可不在了 你这腿瘸 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是你自己上辈子中的孽 这辈子得还 你要说你想不腿瘸 有办法 去幽冥府再偷胎 因为你这辈子你都腿瘸 除非说你下辈子 可你没有下辈子 因为师尊说了 我给你泄露点天机 你不能再投胎软实 你这辈子就得到 这别的胸道不能说呀 闻始至人给他透露 你这辈子就得到 以后就这样 上辈子 你捞马的姑娘尸体的时候 你不给他腿撅折了 这辈子 你只能带着一条缺腿 哎呀 那我缺了 我怎么走啊 做法呀 你会法术 那我平常不都老做法呀 上哪儿去要饭的 脚铁踩快云彩 哈哈哈哈 就吓人呐 怎么不知道 以为我这尾气超标了 哎 有什么办法没有 哎 有办法 说着话 闻始至人 一念咒语 游打这个头顶 发簪里边 忘了这么一抽 也不知道抽出什么东西 迎风救长 吃这么一条拐杖 嫩黄嫩黄的 这么一个颜色 看着还挺鲜的 拿回来 这给你煮 这是什么呀 哎 别小看这根拐杖 这可不是一般的拐杖 当年西王武 第一次开盘桃会的时候 有位仙女在花园当中采桃子 无意之中 折了一只树枝 把这树枝折断了 这根树枝 后来就被咱们师祖们给要走了 在老军炉中修炼 如今这可是个法器 能做法 将来这就是你的兵人 哦哦 好好好 你主持人 哎 别着急 给我 怎么 闻始至人看着这个颜色 就跟你 搭配 你说 今年的流行色 是黑色 我给你想个办法 说事儿习做法 呼一口气 整个这条拐杖 四五四生撇 七黑色 拿过来一笑 你拿着 哎 先跟我 咱们回趟八景宫 老军还有点礼物送给你 咱说这可是第六秋晚上 转过天来 那是杨人 还得料理丧事 这夜里猎夜 到昆仑山八景宫 来到八景宫那 所有失踪地 老军徒位 见李轩 没一个不乐 可是不好意思 明不乐 都不乐 恭喜恭喜 王恭喜 李轩说好像把他证 不然来 这是宠 主是这拐 别嘲笑我了 没有嘲笑您这一拐 师弟 你这就算得得到 撑着仙了 怎么 以前得去你不要了 现在你这七天神游完成了 你这神奇就算成功上天了 眼下你也算撑着仙了 快去见师尊嘛 老轩看着他 老轩也愣着他 这模样 好好好 你这个模样 有别于其他的神仙 这对你来说可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 将来你能比别的神仙 更加参透 事实太严了 你比别人看的都要痛 为什么 你是这副龙宝 你到哪儿去都得遭人摆眼 可有一些 你通过这一点 你能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哦 李璇动开茅塞 当时间就觉得 是您这话有道理 师兄说 您还要送我点礼物 好好好 你跟我来 到炼丹房里来了 尤打炼丹房这炉里边 拿出一根葫芦来 这葫芦咱刚才说 一时多长 喝到两厨 挺大块 这葫芦 是个普通物件 不是个之前物件 为什么 这跟别的葫芦不能比 他让老兄葫芦那多了去的 装丹药用 炼丹用 这个喷火呀 能喷水呀 发飙啊 吃着啊 发地杀什么的 这葫芦葫芦啊 特有名那俩葫芦 被这个金角银角 偷下山去 那西游记里边 那个紫金红葫芦 杨之于静平 其中那紫金红葫芦 这个盘古开天霹地的时候 一条仙根上 有这么一颗葫芦 他拿起来之后 炼成了 那给李璇这个葫芦可不是 就是一普通的葫芦 后园里自己种 这葫芦是个普通物件 可是如今 我把它搁到这个 搭个炉里 已经炼过 这个葫芦 现在里边是 药什么有什么 将来你要出去 悬不济世 里边有药 要去搭走穷人 里边有钱 旷野荒郊 你无处投诉 错过了速投 这里边 你能住里边 这里边要房子 有房子 文石人旁边一挑大 你给我罢了 你这么多徒弟 没一个分房子 我的师弟 你敢吵吵了 好 这一下 你看这上下 给一两句啊 这葫芦里里 什么宝贝都有 有这么大的造化 好好好 你还不信 我领你进去看 说着话 把这葫芦旺神自闭一人戳 里边一躺 葫芦嘴嘴朝前 你们随我来 一蹬这俩徒弟 就进到这葫芦里边 到里边一看好家伙 里边 那不是说两居啊 一小四合院 前竹廊后竹廊 东西江峰 东西北方 东西江峰 东西江峰 没大王 身下还用张茅房子 还有佣人 外边一小花园 甲山河花石 好鲁同春 好家伙 这个太漂亮了 往来用着这边 有过来端茶的 这先生您喝点什么 过来还有服务生 李璇看着之乐 师尊的 您看我这副母院 跟这套酒的配合 我呀用不着这个 哎 一切随你所愿 好好好 李璇这么一白手 这屋里的场景可就变了 葫芦里边 煞十间 三间十时 就石头窝窝 很简单的这个扑舍 家具也很粗糙 很简陋 好 你没有这个公理心 不享受这个人间富贵 这个难能可贵 你能意识到这一点 如此可教 大有前途 犹打这葫芦里边出来 这文史真人说 你看是当师父的 给师弟这么重的礼物 我也送点礼物吧 送你点什么呢 你看这葫芦带着也不方便了 我送你根带着 送你根带着 给你根丝汤 你记着他 就挂到这拐杖上 你看怎么样 好办法呀 说实话 文史真人 犹打在头上 呗 振着一根头回来 搁到手里边 一口掀气一吹 呼一声 当时间 那条姓王甩的丝汤 递到李璇手里 师弟 可别说当师哥的一毛不八 那我送你的一份礼物 李清清一重 你好生收留 多谢师哥 拿过来 把这呼噜 往这拐杖上一挂 这时候老君 闭目养神 掐指一算 算出一件事 这会儿天已经亮了 告诉李璇 你呀 现在恨得太安诚 你那个徒弟 新收那个 那洋人呢 这个徒弟现在 好像要抹脖子 你快去搭救他 而且他的母亲呢 原本是寿处一进 可是 洋人 跟你修道 积了点阴工 他现在 要仗着你 你能给他添点寿 添寿也不能多添 顶多在天一计 天一计 十二年了 在天一计 你回去搭救洋人 在一个搭救他母亲 去完太安城之后 我交给你一点任务 师尊什么任务 你去完太安城 你就回你的华山紫霞洞 到那等着 过两天 原始天尊文下 有个女道人 法号叫通慧 她来请你 通慧请你去淮海村 给一个田螺镜 做道场 这我就不必细说了啊 前人说咱们 说过好几回了 到那去 你给他做道场 你到那去 估计还会碰上 写个妖孽 到时候自然 由我相助你 你现在动身吧 好好好 谨遵法指 说成谨遵法指 李玄 由打昆仑山八百公出来 就奔太安城 来到这份 一开导这杨人 告诉你母亲 本不该死 你把我尸体烧了 我回来 电话你来了 嗯 得了 我先搭救你母亲 来到这床板旁边 这一口鲜气 就看这个杨氏妇人 打一屁股 阿贴一声 就打窗上起来 哎 哎 醒了 一翻身坐下来了 儿啊 我这是在哪呢 哎呦 杨静虎回来了 不是 我迷糊 我 人我睡了 你就 我这一阵风就给我吹回来了 一阵风吹回来 李玄吹口气啊 这阵风给他吹回来了 呃 告诉洋人 徒儿啊 你就不要再回泰山 就留在您身边 你伺候你母亲 百年之后 你再修道 我再回 李霞栋 不 不用再回去 就在凡间修道 这凡间修道 多闹腾啊 哎 李轩一拜手 傻徒弟 小修在深山 这大修在世间 是 是是 点化完 这年了 李轩 回到华山紫霞 到华山紫霞 迎出来俩徒弟 飞飞颠颠 怎么迎出俩徒弟来 来到这块说 师傅出事了 怎么呢 您不是吩咐玉儿 让他去点化洋人吗 接上误导去一趟 偷写日子出去一趟 这趟就再也没回来了 他现在在泰山 哎 李轩叹口气 想来 他也是野性难寻 得了 之后 他若害人 我在想法除他 他现在没有害人之意 就不管他了 这两天呢 你们有一位道友要来 这个人叫通慧 是个女道人 过两天他就来了 怎么怎么一回事 跟这俩徒弟说 我呢 打坐几天 入定 你们在外面替我迎着 这位道友 好 师傅呢 您进洞 他回到洞中 转过天来早晨 有打半生空中 来了这么一位女道人 黑发显足长眉细目 纯身上下一场黑 谁啊 通慧 狐狸交 来到华山这山顶上望下光看 念生佛号 无良佛 二位道友 请聊 飞加二人一抬头 哦 这就是师傅说 那位女道人 请聊请聊 您可是通慧师姐 不错不错 我师叔 李师傅在哪儿了 他怎么到嘴边犹豫一下啊 在昆仑上八景宫啊 一直到原始天尊那儿 所有人都已经床变了 老君新生于徒典 秀李爷是个缺子 后来有人得起一个外号 贴拐李 他刚想说 我师叔李宣在 他想说贴拐李在不在 差点出了出来 你从那师叔啊 你不能这么叫 你知道当着高空面 我能说他掉头发吗 是吗 就这个道理 我师叔李宣在不在啊 正在动中 来说 看您刚才犹豫一下 别说下 我告诉你们 你们师父心得意外号 你们别跟师父 他叫贴拐李 正在这时候 贴拐李犹打里边出来 谁是贴拐李 听见吗 一句玩笑话 乖的以后就叫我贴拐李吧 你要愣一叫叫个老李 师叔师叔 哎呀 别客气 请我来 咱们是奔淮海村 不错 就是那一件道场的事 好 你头前引路 说了话 四人架把云子就飞起来 正往淮海村走 眼看快到的时候 就看前面 有这么一团黑气 这团黑气里边 裹着这么四个道 是红绿 青紫 这么四个闪 四件道袍 你看这四个出下人的 这颠颠过来了 是吧 看见 哪边你要看哪啊 就这 飞飞过来 你这这方废事 师父 他说那 您看前 那个 好像是四个道人 咱过去打个招呼 他刚说要打个招呼 这活通会过来 一白手给男主 哎 师弟师妹别着急 师叔 你看那四个道人 看见没有 李轩给我看一下 这四个出家人 穿着道袍呢 哼 通过一白手师叔 据我看来 这四个人呢 是央警 怕 要 说 说